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亲被科举之路伤透了心 加上刘文谦自小不惜读书 所以在他十四岁时 父亲将其送到朋友邓兰的布装做了学徒 不愿让其再走老路 刘文谦聪慧 人也善良 很受邓兰喜欢 就给他说了门亲事 女子叫胡云秀 是妻子的堂侄女 刘文谦的父母同意这桩亲事 与皇家商量后定下了婚期 约定两年后完婚 那时刘文谦十九岁 云秀十八岁 谁知定下婚约的第二年 刘文谦的父母相继病逝 为父母守孝乃天理之事 二人的婚期只得拖延 皇家也是董礼之人 对刘文谦的做法非常同意 三年守孝期满 刘文谦娶云秀过门 这年他二十二岁 云秀二十一岁 成婚不久 邓兰也病逝了 临终前送给刘文谦五十冠钱 作为生意本钱 让其自立门户 在铺子的几年 他跟着邓兰不仅学会了生意之道 更学到了生意人的本分 对于邓兰的恩情 刘文谦铭记于心 两年后 云秀生下一女 取名雅婷 这时候 刘文谦的生意也有了起色 夫妇二人感情浓厚 一家三口的小日子 也过得有声有色 刘文谦家住在城郊巷口 巷尾住着一个哑巴 名叫王生 是个木匠 他妻子几年前病亡 与岳母范氏住在一起 家中还有个八岁的儿子来保 王生的岳父病亡后 岳母患了重病 需要常年调养 大舅哥夫妇不孝 让老母亲住在柴房 除了一日两餐 不愿给其医治 王生心善人孝 就将岳母接来自家 当作母亲般凤养 王生木匠手艺精湛 人也长得俊朗 本应该再取一房 但他挣来的钱 大部分给岳母看病抓药 日子过得稍显清苦 也就无人登门提亲 刘文谦自小受父亲教导 为人正义人善 很敬重王生的做法 就力所能及地帮衬王家 来保的衣服破了 他会让妻子云秀帮忙缝补 走伤时还经常寻衣问药 希望王生的岳母能早日康复 让这家人摆脱困境 王生虽说口不能言 但对刘文谦的大意凝集于心 平时刘家的桌椅板凳有个损坏 他都热心帮忙修缮 两家人相处融洽 这年春上 刘文谦往大明府饭货时 揪住了一个外乡人 此人名叫杜广熙 楚州人 是个绸缎商 此次来大明府收债 不慎丢落钱袋 才落得如此下场 杜广熙感恩刘文谦的一举 就对他说 这里是北京 人多富贵 多年前我就想在此开家铺子 苦于找不到贴心之人打理 才一直未能如愿 刘兄弟对我有救命之恩 人品贵重 又从事不匹生意 所以我打算在府城开家筹断装 请刘兄弟帮我打理 利润你我各占一半 一来是报答恩情 二来也是圆了我多年的夙愿 杜广熙说得恳切 刘文谦不好拒绝 再说这是一个好机会 便应成下来 但在利润方面 他只肯拿两成 杜广熙拗不过他 也就同意了 他们都是雷厉风行之人 既然已经决定 就不再拖延 三个月后 新铺子就开了张 刘文谦不想辜负杜广熙的托付 一心一意地打理铺子 大明府城离家一百里 刘文谦两个月才回家一次 妻子云秀知道丈夫的秉性 也不埋怨支持他的付出 转眼过去两年 铺子生意走上正轨 一场红火 刘文谦和妻子商量 等再过上一年 就在府城安个家 一家人都搬过去 毕竟自己马上三十岁了 需要有个儿子 为刘家延续香火 半年后的一天 杜广熙从楚州来到大明府 原来是楚州的铺子 年久失修 他的一间 杜广熙干脆暂时停了生意 重新翻盖 借着这个机会 他将翻盖事宜交给老伙计 自己亲往大明府 替刘文谦看一段铺子 让他回家好好陪伴妻女 刘文谦也有些想家了 将事物交给杜广熙 买了些妻子女儿喜欢的东西 即刻动身返家 因在路上耽搁了些时间 快到家事已经临近二更 他不想惊扰妻女 就准备在西墙翻进去 现在偏屋睡一宿 刚绕过巷子 忽然看见西墙上有个人影 正与翻墙而出 天黑看不清样貌 但从身影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高大的男子 刘文谦的第一反应 认为是贼 他赶紧追上去 想要抓住此人 那人或许是发现了刘文谦 急忙一跃而下 不慎摔了一跤 他趴起来飞奔而去 转眼就消失在月色中 他担心妻女安全 急忙跑到院门旁 使劲敲打 片刻后 屋内亮起烛光 然后屋门一响 传来脚步声 随之问道 什么人 听出是妻子的声音 刘文谦道 云秀 是我啊 我回来了 片刻后 院门打开 刘文谦迈迈不进去 急切道 刚才看见一个人影 从院中翻出 八成是个贼人 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 云秀听完脸色一变 回道 那真是万幸 看来我家太穷了 贼人无从下手 话音落下 夫妇二人赶紧去到西屋 看看女儿雅婷有无意外 此时雅婷已经醒了 见父亲回来 满心欢喜 急忙过来让父亲抱抱 雅婷七岁了 这两年与父亲聚少离多 刘文谦心中不是滋味儿 见女儿没事儿 她也放了心 夫妇二人哄睡了女儿 回房休息 云秀或许是累了 上床不久便睡着了 刘文谦翻来覆去 难以入睡 她心中有些疑惑 妻子一个柔弱女子 竟对刚才的事情毫无惧色 难道那个不是贼人 难道 刘文谦不敢往下想 妻子嫁给自己八年多了 一向贤惠 不可能做出越轨之事 但她刚才的面色很不正常 难道 她思绪万千 过了四更才昏昏睡下 四日上午 刘文谦在西墙上的树枝上 见到一片碎布 看来是昨夜之人不慎挂掉的 同时她在东墙上 还发现了灯榻的痕迹 痕迹有些光滑 不像是一两次所为 这些发现 让刘文谦心中遐想 觉得妻子有出轨的可能 作为一个男人 这是不可容忍的 但她毕竟自小受父亲教导 又有多年的从商经验 认为没有证据 不可胡乱猜测 就暂且没有发作 当日下午 刘文谦去了王生家 他在府城带了几副药 给王生的岳母 王生很高兴 胳膊不听笔话 刘文谦虽不明白意思 但知道王生在对自己表达谢意 在交谈中 刘文谦发现 王生的左脚好像受了伤 走路一瘸一拐 他一下想到了昨晚那人 不就是从院墙上摔下的吗 难道那人是王生 脚就是昨天晚上受的伤 刘文谦带着怀疑 故意在王家多待了一会儿 结果发现王生卧室挂着一条裤子 上面少了一小块儿 颜色 料子 以及破旧的口子 与上午自己捡到的那一块儿 极为相似 有这两点发现 刘文谦确定 昨晚翻墙的人 就是王生 他夜入自家 家里有没丢东西 看来他谋的不是财 说不准真的是与妻子有染 刘文谦心中气愤 但他还是压住怒火 虽说现在有些证据 但毕竟只是自己的猜测 再者说 他并不相信王生是此等人 一个心甘情愿奉养岳母的人 怎会做偷鸡摸狗的勾当 有着这种思虑 刘文谦没有发作 回到家后 他领着女儿雅婷出门 到街上买了些玩物 玩二了一会儿后问道 雅婷 爹爹不在时 有没有叔叔来咱家呀 雅婷想了想 说道 白天没有 晚上经常来 有时候走东墙 有时候走西墙 我还问过娘亲呢 娘亲说我眼花看错了 还叮嘱我 不要告诉爹爹 这下 刘文谦心中确信 妻子果真与人有染 而那个人应该就是王生 父母早已不在 自己又没有本家 别看刘文谦做生意是把好手 但在这件事上 一时之间却没了主意 他思虑许久后 决定回趟大明府 找杜广西商量下 这几年的交往 让他对杜广西有种亲人的信任感 四日一早 刘文谦辞别妻女 临走时说 这次过去看一看房子 安顿好后 就接一家人过去 刘文谦的突然回归 让杜广西有些意外 当得知情况后 杜广西却有了不同的建议 他对刘文谦说 兄弟 这种事情 一定要调查清楚才能决断 不能草率行事 按照你对弟妹和王生的描述 我不太相信 他们会做出苟且之事 或许这里面有误会 有时候 亲眼见到的 也未必是真的 刘文谦道 我也不敢相信 可业入我家的确实是王生 奇怪的是 雅婷小小年纪 都察觉有人入院儿 云秀对此却只字不提 这难道不是有问题吗 杜广西道 心有一律就要揭开 细细观察才有结果 这样吧 我们将铺子赞交伙计打理 稍后我就陪你回向周一趟 回去后不通知任何人 也不进家门 在你家周围隐匿下来 观察几个晚上 若坚情是真 就将二人交于衙门 若是误会 就要知道缘由 这样既不会冤枉他人 也能保全脸面 岂不两全其美 这话说得有理 刘文谦也认同 于是二人将铺子 赞交老伙计 逢武照看 上午时分就出发了 一人一匹骡子 家警赶路 当日出庚就回到向周 两人在城郊找了家偏僻客栈住下 从次日晚间开始 一过出庚 就去刘文谦家附近 眯起来 观察动静 当晚临近二庚 有个人影从巷围走来 在院子周围走了两趟 还在西墙处往里张望 稍后就离开了 大约一个时辰后 这人又来了 依旧转悠两圈 张望一下 然后离开 虽说离得不近 又加上是晚间 根本看不清此人的样貌 但从走路姿势和身影判断 此人八成是王生 四日白天 两人在客栈休息 刘文谦一货道 怪了 那人应该是王生 可他为何晚间在我宅子四周游荡 还隔墙窥探 杜广西道 我月丈家是豪富 养着十几个护院 那些护院晚间就是这样巡视的 有的在宅子内 有的在宅子外 我看这个王生 倒像是给你家做护院呢 做护院 难道我不在的时候 家里出过意外吗 刘文谦一货道 刘兄弟啊 我看你真是关心则乱啊 你仔细想一想 王生宁可倾苦 也要奉养岳母 说明他是一个知恩懂情的人 这些年你对他家有恩情 他虽口不能言 但感恩在心中 你不在时 家中只有弟妹和小侄女二人 若有不轨之人或贼徒路宅 那如何是好 王生晓得这些 甘愿偷偷做个护院 保护你妻女周全 这不是在报恩吗 杜广西的这番话说得透彻 刘文谦心中一争 难难道 对啊 以我对王生的了解 他还真的是个知恩必报的人 不要乱想了 好好休息 晚上我们再去 多观察几日 自然会有分效 杜广西说完此话 不再理会刘文谦 蒙头睡了起来 两人一连观察了四日 天天都是如此 看来这个王生 确实在晚间保护自己妻女周全 可那天为何会从院中翻出呢 到了第五日晚上 临近二更 相为依旧走来一人 刘文谦仔细看了看 这人应该不是王生 人影来到西墙外 四处瞅了瞅 随后翻墙而入 刘文谦吃惊不已 就要过去追查 被杜广西一把拽住 阻拦道 按照这个时辰 王生应该马上过来 不妨沉住气 再稍等片刻 刘文谦心急如焚 却被死死拽住 片刻间 王生从巷围走来 他到西墙处往里探了探头 然后翻墙而入 杜广西拉上刘文谦道 走 我们过去 这就要见分晓了 二人快步赶过去 还未到宅子门口 呼见东墙翻出一人 杜广西喝道 抓住他 这声大喝 在黑夜中分外清晰 那人可能被吓了一跳 一个猎蟹摔在地上 杜刘二人快步上前 将其按住 也就在此时 王生也从院内翻出来 他见到刘文谦 很是惊讶 嘴里呜呜两声 不知如何解释 刘文谦道 王大哥 你过来按住他 我让娘子开门掌灯 倒要看看这个贼人是谁 王生呜了一声 过来与杜广西一同按住那人 敲开门 掌上灯 将那人压到堂屋 刘文谦一看 不由地叫出了声 这人他认识 竟然是自己以前的朋友陈世亮 陈世亮的父亲 与刘文谦的父亲相熟 算是同窗 但都科举一事无成 刘文谦与陈世亮同岁 自小就认识 后来陈世亮的父亲 欠下一大笔债务 悬梁自尽 亏得刘家帮衬 陈世亮与母亲才渡过难关 刘家对他有再生之恩 有一次 二人同几个朋友在酒楼团聚 酒席之间 陈世亮竟说出垂涎云秀滋涩的妄语 刘文谦非常气愤 要不是其他朋友拦着 定要抱揍陈世亮一顿 自从这次以后 二人便不再来往 刘文谦让陈世亮坐下 而后问道 世亮 半夜三更夜入我家 究竟一遇何为 你若不讲实话 我即可就送你去衙门 衙门好比地狱 哪个不害怕 陈世亮惊魂不已 只好交代了实情 原来陈世亮一直垂涎云秀的美色 他色大胆小怕狗咬 虽知道刘文谦经常不在家 但也不敢白天前来骚扰 可心中对云秀的非分之想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强烈 陈世亮曾经在刘文谦口中得知 他女儿雅婷自从四岁开始 就单独睡在另一个房间 于是就趁刘文谦在大名府时 夜间偷偷潜入 准备用卑鄙手段占有云秀 说来也巧 陈世亮第一次夜入刘家那晚 王生去临阵做工回来的晚 恰好看到 他感恩刘家人的恩情 便翻墙进去惊走了陈世亮 也就是从那时候 每到晚间 王生都会在刘家宅院旁巡视急便 以保护云秀和雅婷的安全 刘文谦回家时 王生本打算将此事告诉他 但自己口不能言 刘文谦又不懂手语 也只好作罢 刘文谦准备过两年 将妻女接走的打算 曾经在王家说过 王生心里盘算 不就是两年吗 自己就辛苦一些 照应这对母女周全 两年后就没事了 刘家这些年对自己的照顾 做这点事情也难以报答呀 刘文谦半夜回家的那晚 恰好陈世亮又来图谋 被王生发现 禁院惊扰 陈世亮从东墙逃走 见来人逃走 王生从西墙翻出 恰好被刘文谦碰到 当时王生并不知道是刘文谦 惊恐之余挂破衣服 还摔了一跤 这才有了后面的误会 事情算是清楚了 刘文谦是个心善之人 他准备将陈世亮放走 此事就此了结 杜广熙一把拦住 从屋里拿来执笔 对陈世亮说 你把前世种种和今日之事 全部写下来 然后按上指印 若不照办就送你去见官 陈世亮害怕 自然照办 写完后杜广熙收起来说道 这份口供由我们保管 你若以后本本分分 这口供权当没有 如果还敢起一心 就将其交到衙门 你走吧 陈世亮虎口脱险 如丧家犬一般 灰溜溜而去 真相明了 刘文谦自觉有愧 他对王生和妻子说 都是我不好 胡乱猜测 希望娘子和王大哥不要戒怀 王生抱了抱拳 又挥了挥手 刘文谦明白 王生这是不在意的表现 他不怪罪自己 妻子云秀道 相供哪里话 为妻哪敢责怪 你也是无心之师 其实在半年多前 我就察觉有人夜入我家 雅婷也同我说过 我担心说出来会分了你的神 才绝口不提 只希望你能早些将铺子打理好 接我们母女过去 到时候就安全了 这话不仅感动了刘文谦 连杜广西也大为感叹 弟妹真是大义之人 这是全都怪我 没有考虑刘兄弟的实情 这样吧 不用再等了 明日我就先回大明府 给你们物色个宅子 刘兄弟安顿一下家中事物 就带着弟妹和侄女搬过去 刘文谦还要推辞 被杜广西拦住 四日一大早 杜广西就返回了大明府 杜广西走后 刘文谦和妻子收拾一番 然后将钥匙交给了王生 希望他有时间就过来看看 照顾一下周全 临走时 还给王生留下50贯钱 杜广西办事迅速 等刘文谦一家到了大明府 宅子早已购置完毕 连家具物品都准备好了 刘文谦感激不尽 将宅子费用记录在案 准备到年底时 将这部分费用 从自己的利润中扣除 他不能占杜广西的便宜 半月后 杜广西准备返回楚州 临走时对刘文谦说 刘兄弟 你仁义厚道 对我有救命之恩 这也是我为何与你相交 交托店铺的原因 但你太过善良 这一点要改变一下 否则以后会吃亏的 善良有错吗 刘文谦疑或道 杜广西沉默片刻说道 善良没有错 但偶尔也要路锋芒 所谓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像陈世亮这等人 是很难改变的 你必须有制约他的东西 现在你们搬到府城 他多少也断了念想 再过上几年 就把那份口攻击他 把柄拿在手里 时间久了也会变成祸患 通过此事 刘文谦已经对杜广西佩服不已 五年后 他专门找到陈世亮 当着他的面 将口供烧毁 两人也自此断绝交往 两不相欠 这五年来 刘家老宅在王生的照看下 毫无荒凉之感 刘文谦投桃报李 在大明府变访明依 为王生的岳母看病 范氏在悉心调理之下 竟然痊愈了 老人家没有回家 而是继续留在女婿这里 照看外孙 又过了一年 在范氏的要求和操持下 王生续取田氏为妻 还在刘文谦的资助下 开了家杂货铺 生意很是不错 一家人幸福开心 美满团圆 这几年 云秀又生下一男一女 铺子的生意也更加兴旺 杜广西干脆将铺子 低价让给了刘文谦 自此以后 二人再无利益瓜葛 而是纯粹的兄弟朋友情谊 这也是杜广西的高明之处吧 后继 北宋有四经 北京大明府 西京洛阳 东京汴梁 也就是开封 南京是现在的商丘 良知这个东西 就像天赋一样 与生俱来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不存在患不患性 没有良知的人 任凭你怎样患性 都无济于事 刘文谦 杜广西 与王生 这三人都是有良知的人 懂得知恩图报 也就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 社会才能发展 与之相反 陈世亮就属于本性无良知之人 他受刘家大恩 却心坏鬼胎 与王生比起来 真的自残行贿 杜广西为人精明 他知道让陈世亮写下口供 以作妖胁 让其不敢再动念想 后来有让刘文谦归还口供 同样是高明之举 毕竟谁也不希望 自己的把柄攥在他人手中 时间久了毕生祸患 杜广西最后的话很有道理 善良本无措 偶尔路锋芒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